一部真正的好电影 带给观众的不只是眼泪和一时的热血 而是对生活的思考对人生的长久影响 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部电影 真实且感动带给人不一样的感触 这部电影的名字叫做相爱相亲 正如这个名字带给人的感觉 整部电影生活感十足都来源于生活 却高于生活 每个人都能在其中找到自己亲人的影子 和自己未来的模样 电影一开头就是一种狠狈的氛围 一个短发女人的外婆在病房去世 去世之前的最后一个画面 出现的是一个白发老头的模样 不知道是短发女人的外公还是谁 短发女人和爸妈料理了姥姥的后事 料理完后事短发女人和爸妈去乡下 准备把外公的坟签到城里和外婆合葬 原来外婆是外公的第二个老婆 外公在乡下还有一个老婆在世 她死活不同意他们签坟 护着外公的坟 短发女人把她在乡下签坟的过程拍了下来 在她工作的电视台放了一下 他们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题材 后来短发女人和她的同事 回到乡下采访外公的第一个老婆 结果被很狼狈地赶了出来 后来短发女人自己回到乡下 去找外公的第一个老婆 另一边短发女人的妈妈也在四处找材料 证明外公和外婆的合法夫妻关系 短发女人在乡下和外公第一个老婆在一起的时候 她的妈妈在学校下班的时候 也被电视台追着采访 她妈妈班里的一个学生出来帮了她 短发女人在乡下了解了一些关于当年的事 她对外公的第一个老婆感到很不理解 同样也很心疼她的固执 外公的第一个老婆在和短发女人的相处中 对她也没有那么反抗了 愿意跟她说一些事 外公的第一个老婆也试图通过家谱 证明自己的名分 短发女人待了几天回到家后 看到自己的男朋友经常和一个女人在一起 特别生气 决定搬到男朋友的住处 两人还决定偷偷结婚 短发女人的身份证在收拾东西的时候掉在了家里 导致她们并没有登记结婚 后来短发女人和男朋友又回到乡下 外公的第一个老婆答应短发女人要和她去成立 她有话要说 短发女人有事回到城里 她男朋友想继续在乡下住几天 短发女人的妈妈让班里一个学生的爸爸 假扮律师 希望能让他们同意签坟的请求 结果也不是很理想 老人家说什么也不同意 外公的第一个老婆跟短发女人去电视台录节目 她说完自己想说的话就要回家 短发女人带她回到自己家 外公的第一个老婆在她家见到了外公的照片 外公的第一个老婆回家以后 短发女人的男朋友利用PS 为外公的第一个老婆和外公P了一张合照 外公的第一个老婆收到照片的那天 正好在下大雨 照片都淋湿了 看不清外公的模样 她特别伤心的哭了 短发女人因为签坟这件事 明白了很多事 现在不去做 以后就没机会了 于是她决定去北京追求自己的梦想 短发女人的爸爸在短发女人 她妈妈退休以后 买了一辆新车 打算带她妈妈去世界各地旅游 实现年轻时说过的话 外公的第一个老婆在最后终于放手 同意把外公的坟迁移到城里 另一边 短发女人的妈妈似乎也想开了 她决定把外婆葬在乡下外公的旁边 电影的最后是短发女人的妈妈 带着外婆的骨灰去乡下的路上 短发女人的外公也在被送往城里的路上 故事恰好在此刻戛然而止